白天看新闻,走访村庄,随手记录下有趣的事,在整理到笔记本上,数十年如一日,浙江九旬老人张灵乔的日子,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 从1950年起,72年间,张灵乔每天记日记,这一写他就坚持了大半辈子。 刚开始,日记内容更多是关于自己家里的,例如收入、开销、日常生活,慢慢地开始记录整个村庄,涉及地质气候、人口变迁、历史事件等方方面面,堪称阎范村的百科全书。 近日,在绍兴诸记东河乡、瑶绍范村、延范自然村,记者见到了张灵乔,虽以白发苍苍,却仍是衬衣笔顶,思思文文。 90岁高龄的他,讲起村里的过往,写日记的初衷,依然思路敏捷,口齿清晰。 像来,有时各部啊,哪里来的警方不掉下,他眼白个曾经之本那里的各部啊不掉下。 我有多少弟弟啊,多少人去啊,多少巫师啊,他来门我。 跟我们四百亿年来做年,根本呀各得兴趣了啊。 好啊。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是称到那个正乞、密集、毛、都迢得来。 把我们藏心个知识去做到后,再不多年学个警方都买。 没得了。 这通过讯息了、通过访问了,这指料还有什么记得了。 这记得了呢,我开始我信心啊, 跟随张灵乔老人来到二楼 不大的卧室里 除了一张床 一张书桌 最显眼的家具就是一个立柜 柜子里 一侧侧手写笔记本 被分文别类装在档案盒里 整整齐齐的 老人告诉记者 他的日记大体分为家族史 村史 以及记录家庭发展和儿孙成长的资料 张灵乔告诉记者 写日记是他的兴趣爱好 他虽然平时生活节俭 但是为了日记和资料 花过车费 邮费以及拆旅费 回望过去 他自豪地说 改革开放后 祖国 家乡 村庄的变化最大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使自己现在连朱记都认不得了 张灵乔回忆到自己读书到初中毕业算是新中国成立后 岩范村的第一个中学生 读过书 会认字实数的他 回村后担任过十余年的生产小队大队会计 当过代课老师 收量员 还干过人口普查 或许正是丰富的工作经历 开阔了张灵乔的眼界 也给了他更多接触各类资料的机会 因而他的日记也是包罗万象 其中不发一些科考价值 张灵乔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通过整理自己的日记和资料 出一本《研范村村志》 真实讲述从1943至2023 80年间村庄的变化 老人表示会将日记这件事进行到底 自己过世后 希望将所有记录的内容 捐赠给有关部门 进行保管或再利用 一约13年开始 到2023年为止 我想各自这个内容 结果不可以下轮 本学年就是关于成长的变化 今年十几个年 平均热源是多少 整年成员成熟于几个 我把媒体都不给制下来 我往这也只给 不过下中医用战 用战我把它制下来 也需要个部门 我失了资料 车需一日我整去下 下了个资料 他可以用的 他都可以用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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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